今天呢,我們神禁祖出門口,現在來到哪裡呢? 就是Sutton附近的Modern 今天我們要去探訪一個香港人的年輕家庭 除了探望他們之外,也會看看他們的生意 他這個生意我自己都很喜歡,因為是關於咖啡的 但是他這種生意模式應該很多人都是夢想的 一起看看他們的生意如何 早安! 早安! Hello! 用了紙巾了,所以拿了一個朋友來,可不可以醜 應該先把上車吧 他們開檔之前都有很多很多東西要準備 我去Sutton是第一次去的 就是我自己駕駛 我自己駕駛 有燈 有燈嗎? 有燈嗎? 他先決定的 其實是我先決定的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就在英國讀書 那時候第一次來英國 就留了三年 比較覺得英國舒服一點 就是自在一點 還有少一點人 到我畢業之後 回到香港開始工作 差不多七至八年 偶爾都會很想念英國 一直都在想 會不會有一天可以回去住呢? 是否英國給你一個很有家的感覺? 我覺得家有 那時候家是沒有的 因為始終自己在香港出生 香港大 所以其實家始終都是香港的 現在這個我會叫做第二家 未必是真的 家不家 之前考慮英國之前 其實本來我們都在計劃台灣的 我想應該是 18、19 就是最多人想離開那段時間 19 然後想去英國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 2021年左右 我們最終是二年來的 用了一年時間 一年時間去做準備 因為我們有隻貓 牠是很肥的骨貓 我們是沒有經過 那些公司去做衝物移民 全部自己做的 不幸運地 因為我們那隻貓少少肥 因為你上飛機 如果牠要是硬碟的話 牠要7.5kg 我們那隻是超過的 最後我們是 帶一隻貓去巴黎 都是要記仓 特大行李 然後就飛去巴黎 再從巴黎到巴黎 到達克斯 進回倫敦 經Eurotun 失禮死人 可以叫隻貓減肥嗎 唉 不用想了 總之牠一定是過不了 牠經常都很肥的 對 剛才說 2021年已經開始上去 計劃來香港 22年才到 中間其實都是一段頗長的時間 要在香港 你回想一下 那個時候的環境 給你有沒有壓力 或者你的感覺是怎樣 或者中間有個一刻想放棄 很多人都不移民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放棄 因為我都知道 我是很確切地想回 遵律英國的生活 還有那個時候都看著很多新聞 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是慢慢保持著 蘋果沒有了 立場再沒有了 其實那個感覺都很 知道自己做得對 有沒有放棄 應該 其實是放棄不到的 但是問題是 阻滯是不是多 是超多的 我想應該這樣說 回想起那個時候 應該是很多朋友 已經開始想想想 離開香港 不只是去英國 我有朋友去了加拿大 特別是有小朋友的 會走得快些 還有急些 如果之間會有什麼壓力呢 你覺得 你也要移民嗎 本身有朋友 已經先移民了 他們開了才來 他們算是第二批 他們已經不是那種 你為什麼要走 他們反而是見慣見熟 特別是那兩年 是很多人 他們是會有這個想法 會比較多 那當然 過了那個最頂峰 我想是 2021那段時間之後 開始回落 開始又會 少了人會想 即是說移民這件事 但是去到今年 又二三年 又開始又想回 又多一些人 又出來講回移民這個項目 特別是香港 近一年發生不同的事情之後 那家人有沒有怪責你們呢 就沒有 我媽媽就很支持我來的 她說 都沒有了 你過去吧 這樣 壓力就沒有了 只不過是 不放心了 我有點 其實自己爸爸有 不敢相信 其實 不知道她在香港 過多幾年之後 我媽媽又老 那怎麼照顧她呢 所以其實一直都很想 她們掛來的 但是我婆婆還在 所以就 我媽媽就覺得 或者可能一天 等婆婆都走了 那我們再考慮過來 那 其實一直這個問題 都在自己的腦裡很擔心 但是 保持樂觀 還有盡量說服她們 盡早過來 至少我可以照顧她們 沒有什麼事 其實我大多數朋友 都不知道為什麼 留在香港 她們有子女 可能已經安居落業了 有一份很好的工 人工高 那 我會告訴她們 這個厲害 但是我不會逼她們來 因為每家人 都有每家人的難處 如果有個計劃 是想 遲些帶家人過來 等等 至少在這裡 你要有一個 的收入 我想是 或者是 的生意 然後我們就想 創業 因為始終我們覺得 會有一個 商業 是我們自己主持的 做得好 做得差 起碼 有個機會 先試了 那 然後 想帶家人來的時候 起碼 給他們一個信心 你在這裡 已經有些事業 在這裡 已經是一個 穩定的 income 然後 起碼生活上 是可以 整理到 家人過來 都可以 放心 我剛好 見到 你 還要 都快到 可以 做得很 做得 那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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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幫了你多少呢? 因為他還有一份空間工作,所以自己處理所有事情 就是找這個供應員做這輛車,跟council申請license 又要做food and safety的衛生牌,這些都是自己一手一腳做的 即是說他沒有幫忙嗎? 他有,但他是OK和不OK 未必玩,因為他沒有時間 即是如果沒有了他,一個人做不到這件事呢? 做不到,絕對做不到 如果做到的話,我會開一、二、三 當然 因為真的有很多重的東西要搬 我覺得這一盤生意很廣,就是分工 因為當有時炒檔的時候,你又要沖咖啡 繼續要收錢,但中間又要跟客人聊天 你是會multitask不到的 因為你一聊天收完錢,你再沖咖啡 你是很容易會做錯的事情 有時我自己試過,尤其是開會的時候 我都試過是真的不行的 所以兩個人,minimum兩個人是剛剛好的 他是一個比較邏輯想念的人 我就比較衝動的人 那有時,當我很急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就很想那件事快點成事 但其實那件事是要逐步逐步來 那我就沒有了計劃 我就是organization 的步驟 那個config,我覺得是 因為他的性格一向都有點急 特別可能今早你們都感覺到 就是我們每早上開店都會有些爭執 就是他經常覺得我不夠快 但是我是因為,你知道 如果有些步驟做漏了 其實是,我會著重safety 這個位置斜的 所以有很多safety 我會比較著重些 然後就用多了時間去做 為什麼他急呢? 其實他不是因為性格急而已 因為他答應了,譬如我今天開10點 但是如果又遲了的話 那有些客人可能在等著 他就不想有這個 就是比較不好的印象給那些客人 小弟是不會沖咖啡的 就是所以按日常operation上的話 只是說operation上先 就是開店做生意的時候 就,我會是好像assistant 一樣 就是我會幫忙收銀 跟客人聊天,吹水 你知道這裡 他們很期望買杯咖啡是可以跟你聊天 開店和收店 那些having duty就是我做 唯一辛苦的地方 我想是做犧牲 就是我連星期六都要做犧牲 今天星期六講講 然後我自己本身份full time 就,譬如我work from home 那些日子,例如星期四五 我都會在那裡 我就帶上laptop 把laptop放在椅子上 就是我們有一張桌 就在那裡跟同事開會 是啊,都可以的 因為我阿姐那些 他們都知道 她是一個British 她經常有空問 我問我,怎樣? 你這些生意去幫我家嗎? 他們是很... 他們不會說... 我想如果整件事 如果這件事在香港 應該發生不到 這個夢想其實都不止是夢想這麼簡單 其實是的 也有些... 對 怎麼說呢? 為將來更多的東西的墊底 我可以這樣說嗎? 應該是一個開始吧 因為Ultimate的目標 應該是想開店的 Kathy沖的咖啡也很多年 我喝了咖啡也很多年 我一直都覺得咖啡是不錯的 整個過程中 我覺得是最大滿足感 最大滿足感是 發現原來很多人都... 都... 都... 他沖的咖啡也真的不錯的 而且是會... 是會... 回頭... 無論是香港人或地區都好 會回頭 還有很多人都會回頭 讚咖啡是好喝的 其實這些... 都是一些... 我們... 從來沒有想過會有的 一些 feedback 而是... 我想... 這些滿足感是... 比起... 收不收入啊 穩不穩定的 我想是... 在一些... 高層次一點的一個... 滿足感 認同啊 認同啊 是的... 以我以前的認知 就是英國其實比較... 差還是... 占然佔最大的... market share 然後才是咖啡 但是講咖啡 其實還要再... 年輕一點的 generation 那個批 可能是... purchasing power 比較高 他們才會去追求一些... 所謂的精品咖啡 他們比較想... 只是要咖啡因啦 可能... 現在我發覺... 自己在倫敦 中央倫敦 做了幾個月 BARISTA之後呢 我那時候呢 就在一個... 比較多辦公室的地方做 相對地... 那些... 顧客都是比較年輕的一批 以及... 高生日一點 就是看他們的衣著打扮 什麼啦 其實他們是... 絕對不介意... 拿更多的錢出來去買一杯... 他覺得好人的咖啡 而且... 他們追求的東西是... 不只是... 一杯咖啡好不好喝 或者一杯咖啡嗎 而他們會更加想知道... 背後你怎樣沖發 你用什麼牛奶 或者你用什麼豆 甚至是... 你喝的屋苗是什麼牌子 其實這些都是... 累積了一些經驗 給我自己現在開檔 對咖啡品味的認知啦 我覺得最有幫助可以交易到的技術就是... small talk 因為你知道... 香港我們可能習慣了很急 每個人就是... 點咖啡 拿咖啡 走 他們中間不會有太多的interaction 因為沒有時間 但是英國人其實就算他再忙 他都會跟你說一兩句 很慢地 build up 的relationship 或者叫密契 距離我就會記得... 你喝Fat White的 你要Oak Mill的 就是這樣... 這種... 關係相對地... 甚至有時... 比咖啡的品質更加重要 在創業的這個時間裡面 你們應該很多考慮 包括就是錢 嗯 這個投入 對你們來說 壓力大不大呢? 最大壓力不是來自錢 最大壓力應該是...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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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鮮還是蛋鮮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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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種... 有很多工序... 你要做... 你知道要做... 但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 不知道哪個先 要有很充足的 communication 還有... 真的要 Be honest 所有事情 最好 就像當地看來... 用council做個例子 其實我想他們大約都知道 你的難處在哪裏 如果你可以跟他們坦誠地說 我現在想要這個表格 申請是完成 但我沒有B 他反而會說不要緊 B 我們會跟另一個監察溝通 整件事就會滑倒很多 以前在香港做生意 你會不要把所有事情都說 或者留下一些東西 但我覺得在英國 如果你真的做生意 最好跟監察真的不要 什麼都說出來 他們會有他們的計劃 再說Ray 要怎樣做 一旦他採取了這件事 整件事會滑倒很多 英國人的好處就是 他明白你的難處 人性美會比較多 就不是八字一字 雖然他有很多條例 很多條例 但他都會根據你的案件去幫你 最難最難的地方 因為你要在哪裏擺檔 是你自己落實落腳去做 去實地去看 我們那時候是看了很多條大街 整個倫敦的波羅 那麼多人都可以看 除了伊斯林騰 我想 泰文士、荷爾蘭 基本上我們都去過 Richmond、Kingston Counsel未必批 他不批就不批 他不是你說 你給租 給錢 我就給Wenning 絕對不是用錢解決到的事情 所以Location 當初都會是一個好戒 會令到整盤生意 不成功的一個 關鍵的因素 失騰是一個緣分 失騰是我們第一個 運營Counsel 但當時我們是打算用 剛才我們所說的 皮卡丘 當時是甚麼都未有 但是Counsel說明 有引擎的東西 不可以留在這座大街上 他覺得這件事太危險了 但去到我們轉了這個設定之後 然後去接觸過很多不同的Counsel 很多不同的大街都拒絕 或者是沒有回音 之後我們就不如問他 我們問他 我們改變了行業計劃 你會不會有興趣 他就說 我絕對可以 你沒有引擎 我們都想做這件事 要用多少錢呢 就是最多最多 其實那時候 沒有大約 不過我想 無論如何都不會超過某一個數目 真的會合理的 你的車內 包括咖啡機和Grinder 會不會是佔了你們的積蓄的很大部分 這一次的計劃 是不能夠失敗的嗎 呃 也是 都可以這麼說 我覺得 因為 他有份全職的 如果真的 如果Touch Road 不行 其實我覺得 我可以出去做Barrister 我覺得 如果失敗的話 不會是 會死人 我覺得 大家還年輕 重新來過 尤其是你補充了一次 抱著一個嘗試 補充的心態 盡力先 真的覺得 不行 很難遮蓋這個課程 那就再找另一個地方 不過 我們都覺得 Sutern 一定沒有 Central 倫敦那麼旺 自己沒有遊客 小遊客 但是我覺得 都符合 reasonable 就是其中一個客人 就是光顧完影 想放上自己的IG story 然後就被Hatbridge 那個 那個 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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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那個人本身也很喜歡喝咖啡 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 整個 Newbill 區 他是一個華島市的人 然後他們又有位 然後他們有一間咖啡店都沒有 所以他就立即 DM我們問 有沒有興趣 他就 邀請了我們去試一天 他說你不用急 你過來試一次 看看行不行 OK的 我們再談合作 合作的事 這樣 Sutern 賺到的 不只是錢 最驚訝的 一開始頭兩天 是超多 香港人 他們在自己的群組裡分享 然後 很支持 很多人特意 由街頭走到街尾 就是為了買杯咖啡支持一下 真的支持一下 是的 你有沒有一個picture 其實之後自己可以做到什麼 景地呢 嘩 其實我覺得做咖啡的人 很多人 很多最後的picture 就是要開店 到最後 可能你要開連鎖 才所謂在這個industry 成功 我自己 我個人覺得 未必是我想行的 但我還沒想到 做大 因為我想做大 應該都是很久之後的事 我又沒有一個很大 我又想做好現在 還有我最想就是 學炒豆 自己炒到什麼風味 變了就是 咖啡咖啡的豆 獨有的brand的豆 是 from beans to cup 犧牲最大就是 沒有了free time 你要學會 如何將所謂的做事的時候 變成娛樂 我想我會有的事都付出 因為自己喜歡 那是值得的 其實對頭來 就是 這件事 如果我都不拿出來付出 其實還有什麼值得去付出呢 如果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coffee truck給你 你又不想做呢 想呀 我可以用咖啡 換隔壁那一檔的細瓜 就這樣 就這樣 小朋友 我去吃 吃 你吃 我吃 你吃 你看 我餓了 你吃 你吃 我吃 我吃 吃 你吃 我用餓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